全新的加拿大紧急援助金 加拿大复苏福利简称CRB 于本周开始接受申请 加拿大税局发言人Janet Corner表示 接受申请的首天 已接获24万0640份申请 全新的CRB符合资格的申请人 每周可获得500元 为期26周 这项申请是给予不符合 申领失业救济金EI资格的人士 有申请者表示 周一上午申请时出现技术故障 Kormier则表示 有关的技术问题 已于周一中午12点30分前解决 就业与社会发展部的官员估计 未来数周或数月 会有89万人申请这项全新CRB 根据政府的数据显示 已经停止的CRB 一共向890万人提供支援 总额达816.4亿元 自10月5号以来 申请加拿大复苏关雇福利金 CRCB的人数达17153人 而申请加拿大复苏并驾福利 CRSB的人数 则达58659人 政府也推出一项全新病假福利 因感染新冠肺炎的和资格申请人 以及因进行14天隔离 而没有工作的人士 可获得最高1000元 此外福特表示 省府也透过主要街道复苏计划 来支援小企业 当中包括承诺在现行法规到期前 永久允许持有执照的14 将酒精产品作为外卖或送餐的一部分 容许一星期7天全天候餐服务 透过增加安省食品中心出售的产品种类 以支援当地食品分销业 为雇主及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支援服务 透过电子商贸计划 向联邦合作伙伴提供5700万元 创造全新电子商贸小组 以协助小企业发展网商业务 安省小生育与减少政府行政阻碍副厅长 萨尔卡利亚表示 小企业占安省所有企业的98%比重 雇佣近240万名员工 故此复苏包括食品服务业 对安省的经济十分重要